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抖音的事情 先對比美國的民主峰會 跟中國大陸的博敖論壇 人家講說美國的民主峰會 感覺又有點冷 遇冷 這是一個自娛自樂的公關秀嗎 全球120國參與 那他們在幹嘛 就是坐在台下這樣子 對著一個80歲的拜登 他在講什麼 發牢騷 中俄好可惡啊 然後大家就在那邊看 一個80歲的拜登在發牢騷 那環石就在那邊講說 就是現在拜登 給中俄開出來的民主藥方 但是最該吃藥的其實是拜登 就反奉拜登 那拜登現在還講說 要提供7億元 來阻止民主的倒退 但是67%的美國人認為 當前美國的民主正在崩潰 那請問到底是不是 應該7億元先自己服用 就美國自己先把自己的民族給穩住啊 你看尚比亞總統都可以來開栓這個美國啊 講說民主不能當飯吃啊 現在經濟發展才是這個 興旺發達的根本喔 那對比博鵝論壇呢 大家就覺得說 感覺起來 這個要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一起起飛嘛 那這個李強也在這個博鵝論壇的第一場這個首秀啊 應該講說中國大陸這個世界和平的支柱 將要這個經濟進一步的復甦 因為中國的確定性是維護世界和平和發展的中流砥柱 他也反對濫用單邊制裁這種長臂管轄 透過懸邊站搞這種集團對抗的這個冷戰思維啊 所以接二連三呢 我們看到包含了新加坡總理這個李協龍 還有西班牙的首相桑傑斯 還有馬來西亞首相安華 以及很多的這些各國的元首啊 或是重要的一些官員們都陸續抵達 來自五十國和地區 一千五百多位政界工商界的智庫學者 都來參加這場盛會啊 那我們看一下 中國大陸當然經濟的復甦 也可以從一些數字來看 比方說中國大陸的企業 註冊已經超過了五千萬戶 就在這個疫情之後啊 那中國大陸的經濟復甦 他們也佈局這個降准 然後立基產業 所以看起來都是有規劃正在進行 那李協龍的一番話 當然大家很矚目 就是說亞洲國家應該加強跟中國的交流 但是他也擔心這個中美關係 他說亞洲各國要建立一個緊密 相互交織的關係網 促進合作 然後彼此依存 而不是建立一個中心輻射的模式啊 那我們看看這個中情局講的話 更耐人尋味 他說拜登政府對於美國來說很致命 自己美國人講的這一番話 他說現在美國對於這個外交政策 是一個巨大的問題 是傲慢跟無能致命的結合啊 看起來美國人自己都覺得 拜登是不是有一點做得不好呢 首先我們再來看 Google跟TikTok 他們現在的一個對比 因為TikTok在這個美國這邊 美國現在他們有這個美版的長城法案嘛 就說如果你通過VPN的話 恐怕這個是不是要坐牢20年喔 他定義為這個境外敵對勢力的網站喔 或者這些應用程式 這些遏止法案就要把你關進監獄喔 那在TikTok這邊華盛頓有一個幕後智囊團啊 據說是歐巴馬跟迪士尼的一些顧問喔 正在幫助TikTok免於 這現在目前華府 或是美國要頒布的一些相關的禁令喔 但是更諷刺的是 白宮自己發布了一條 叫做剪印 所剪輯的 大家如果有用TikTok就知道 剪印就是TikTok旗下的這個剪輯軟體喔 你自己用剪印 然後背景音樂又是TikTok的模板 很諷刺啊 我們來看看 對啊 我們可以看到有川普跟歐巴馬嘛 然後這相關的一些音樂跟特效 這就是來自於TikTok剪印裡面 內建的一些這個特效功能喔 那你自己在叫大家不要用TikTok 然後結果你這樣子 官方自己白宮發布了一條 這樣的一個視頻喔 那不是很諷刺嗎 一般人不可以用 白宮可以用嗎 那我們看到半導電視台就講說 你說TikTok不安全 其實你美國才在用Google來監視全世界吧 因為你其實包含Google啊 Meta啊 還有Amazon啊 Microsoft啊 這些其實喔 數十億的用戶喔 都是缺乏隱私的狀況 那恰恰就是你美國官員所稱的 TikTok對於美國人構成的威脅 就是不好意思喔 你們這幾個尖牙骨 正在進行當中的事情喔 那首先我們來問一下這個賴老師 我覺得每一個國家 都有自己的政治制度 由他的人民自己來決定 他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 每一個政治制度都有它的優點 有它的缺點 但是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 每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 是建立在自己的特殊的文化 的這個土壤上 讓它自然的這樣生成 這是最好的 歐美的國家的政治制度 也是經過這樣的一個百年的發展 那不斷的在做修正 而且也不斷的在改變中 例如說現在他們也越來越發現 他們的政治制度的沒有效能 已經越來越嚴重了 他們也發現他們的政治制度 解決不了貪腐的問題 貪腐的情況也越來越嚴重 而且他們的政治制度 也造成了社會群眾的撕裂 像在台灣 在美國 在歐洲 都已經出現了 非常嚴重的一個情況 所以他們本身的也束手無策 你自己本身都束手無策 你卻要把你這一套 也有很多缺點的制度 要硬加在別人身上 這沒有意思 例如說過去要硬加在 利比亞的身上 現在造成利比亞是什麼情況 要硬加在敘利亞 在伊拉克的身上造成什麼情況 他們還有派系的問題 還有中派的問題 還有種族的問題等等 我覺得這樣子一個做法 是很不應該的事 好 那美國人還花很多精神 在玩這個務虛的 那現在第三屆說交給韓國人玩 韓國人也很樂得 想要玩這個務虛的 簡直是於不可及 那問題是相對的 另外一邊的大國 就中國大陸 一個中國大陸他 對不起 不跟你玩務虛的 他要玩務虛的 所以從這個兩會結束以後 你看這個北京的一場 很重要的高層的商務會議 到南方的博奧論壇商務會議 你看一個是直接跟 北京的相關的決策的官員 包括商務部長 總理拉登 直接可以對話 所以你這個500大的這些企業 他們當然這個機不可失 利用這個機會把他們的想法 把他們的建議 然後直接跟最高層的 有這樣一個對話 同時能夠掌握很多的一個訊息 這個對他們來講 都是實實在在的事情 所以波奧論壇中 也促成了多少的交易 不斷的大家在這個 的接觸中 彼此之間的相互的認識 世界500大的這些領袖 經濟上的領袖 還有這個學術界的領袖 都到他們彼此之間 這個人脈打得多通 這個多難得的機會 所以門票貴到不行 就是因為誰不想去 因為去的話 大家人脈一下擴展多少 很多的生意 很多的買賣 其實就這樣談成了 我覺得大陸目前來講 一直在加速他們的經濟發展 所以從原本4點多 往上提升到5點2 現在還有人提升到6% 還有看過最高的紀錄 他們認為達到7%的可能性 都已經存在了 當然7%是相當比較遠的目標 但是高盛已經都去評估 6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你想大陸一直在加速 它的經濟發展 加速經濟發展 就是創造更多的財富 這個道理很簡單 我只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假設你 中國大陸18萬億 18兆美元 你增加6%就增加多少錢 1萬億多美元 就1兆多美元 你增加1兆多美元 這個是多龐大的數字 因為1兆多美元 可以帶來多少就業機會 然後可以給大家帶來多少的 生活上的好日子 所以我覺得大陸在做 實實在在的事情 而美國還在玩虛的 我覺得這個是高低立判 好 趙教授 你把自己的制度強加於別人 這是不可行的 我記得那個時候 習近平他上任以後 2013年他到出訪第一個國 在莫斯科 俄羅斯 當時他在莫斯科大學裡面 發表一篇演講 他就講到這個鞋子合不合腳 穿了才知道 我們叫做四鞋論 那你看為什麼中國今天跟美國 他在全球我們叫競爭他的影響力 那麼大陸上他在中東 譬如他這次伊朗跟撒布地阿拉伯 成功的來讓他們復交協議 中國在非洲幾乎都占了上風 是不是 一開高峰會議 幾乎所有國家除了跟我們 有邦交那些國家不能參加之外 元首都占假了 那麼他今天在東南美洲 加勒比海 南美 你看他現在 虛羅斯這個例子 巴拿馬 他把他的觸角已經伸到 美國的後院裡面來了 所以大多數國家 他們都會接受中共這種說法 你就尊重你的制度 尤其是像阿拉伯國家 他們有各種特殊的文化對不對 所以他就占了便宜 也就是說占了上風了 在跟美國增加的影響力 好 另外一個說法 因為美國現在要開民主聯盟 OK 那麼當然台灣能夠參與 也不管怎麼樣也多幾個朋友 可是問題我要常常強調一件事情 民主可以帶來安全 民主可以帶給你安全 因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也看到 美國他並不是基於你是不是民主 來跟你做朋友 或者來支持你的安全的 那麼美國常常支持的國家 反正都是一些獨裁的國家 都是獨裁的國家 所以我覺得安全還是要靠自己 你靠一個虛幻的一個 跟美國現在就是 大家都是站在民主陣營的一邊 那麼蔣經國當年 經國先生當年就提 我們永遠站在民主陣營的一邊 結果在他晚年的時候就看到 美國卡特政府就出賣了 這個民主陣營的台灣 中華民國 把經國先生唱得氣氣料死 所以有時候你要這樣想一想 我覺得一個國家利益 美國他這樣一直高喊高喊這個 他基本上還是在國家利益來考量 所以我剛剛得出兩個結論 就我們自己要不要 要好好想一想 真的民主能夠帶給我們安全嗎 那麼真的是因為民主的 同盟 民主的關係 美國就能夠永遠的來幫幫你 像台灣很多人就是 我只要靠美國就好了 是這樣子嗎 民主是不是讓美國更加的 信用 是不是 我覺得這都是我們 站在國家利益應該考量的問題 王老師 我覺得中美兩國現在剛好是對比 就是說美國事實上 還是在主要是搞政治為主 我們看到他開民主的峰會 這好像已經變成了一個 比較形式上的一個意義 因為如果說你本來就是 一個民主國家 你也不需要透過民主峰會 而來促進民主 如果你不是民主國家 美國也不邀請你 你沒有參加這個會議 對別人又有什麼樣的一個傷害 因為你畢竟你這個民主峰會 看起來也只是說 只是一個形式上的一個意義 好像說大家民主國家聚在一起 相互的一個肯定 但是你對別的國家的這個批評 其實你又沒有實際上的意義 去做一些什麼事情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 是不是這個民主國家 好像也是由美國自己來 做一個自行的一個判斷 就像剛剛也提到了 就是很多人反批美國 你自己你說你是一個民主國家 可是你內部的一個民主 是不是真的能夠來貫徹 譬如說你在內部 對於這些有色人種的人權 你有沒有真的是加以去尊重 那另外就是說 雙英衝訪 美中台新電局 3月27日早上10點 特別企劃 新聞大白話 國民大會 邵康戰情勢 全面大解析 早上10點坐定 TVBS56頻道